我们都知道Alexander McQueen的衣服呢 一直都是做工非常的精湛 这一次2023的大秀呢 我也是非常期待Sara能够在这场秀里面 给我们带来一些怎么样全新的设计 包括衣服的扩型啊剪裁啊 还有一些新的理念 时尚的一些设计 大家可以看到我非常少会穿的这样的一个吊带的 不规则裙摆的一个连衣裙 一个one piece 然后它是一个米色的 有着非常有设计感的印花图案的连衣裙 是的 但我都没有跟他们剧透过 这个因为是悬疑剧情嘛 那剧透一点点可能就整个剧情都被曝光了 其实蛮多的 因为对我来讲可能音乐的作品多过我自己的影视作品 所以未来的时间里面也希望自己能够在影视剧作品当中能够有更多的突破 此为这首歌其实写的就是我自己 背后有什么有趣的小故事呢 就是它也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首唱跳单曲 也就是我为了它专门去拍了一支唱跳MV 为了这首歌呢也是下苦工学了一段唱跳的动作 虽然在《乘风破浪》里面已经学了很多舞蹈的部分 但是能够为自己做一首唱跳单曲也是一个非常不容易且有意义的事情嘛 我觉得是一种对世界充满好奇心的一种心态吧 我觉得这种心态是能够让我一直保持有活力的一个小秘诀 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当你对很多事情都充满好奇的时候 你就会很想去研究它 这个时候你去做它的时候呢 你就不会有任何痛苦和不开心的负能量 都是抱着一个充满好奇跟想去试探尝试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那做什么呢都会非常有兴趣不会觉得累 我酸甜苦辣咸都喜欢 就算苦也有苦瓜这种东西可以吃嘛对不对 但是因为要保持身材的缘故 所以呢甜的东西就尽量的会刻意的去少碰 那如果真的像吃了桂圆烧蛋啊或者蜂蜜牛奶这样的东西呢 我们也可以靠健身啊和一个很好的保持身材的一个状态 去弥补自己吃的这些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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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